黃仁勳的一句話全台封揮答 他說要在台灣建立一個很大的設計中心 一時之間九個縣市封搶揮答 但水電夠嗎 還是那句話 經紀部長郭志輝今天立院打包票 2030年之前不缺電 他說明年底之前 台灣供電可以支持六家的數據中心 供電穩定你只能看到明年底而已 事實上AI需要非常多電力 那電力的話 當然是未來發展一個重點 不過今天大家的重點 可能一開始還是會放在 黃仁勳跑到什麼地方去 那他今天早上 跟這個美超委的老闆梁建厚 他們在Computex的會場上面見面 因為黃仁勳是他的梁建厚的特別來賓 然後他們兩個 因為他們都是中文 台語跟英文 三個這個交雜這個狀況 那那黃仁勳很俏皮的跟他說 你這台多少你給我出價 然後後來梁建厚當然跟他反應一下 然後黃仁勳就說 我是美超委的員工 然後梁建厚馬上就跟他說 抱著跟他說 我都給你對調調這樣 我會跟著你 所以看起來你看 從這個黃仁勳跟很多這個 相關的供應鏈 其實美超委我們也可以把他定位是一個 類似台灣的供應鏈這樣 你看關係非常緊密 好那他那這一次來我跟大家講 他不折不扣就是這個財神爺 他索到之處大家都要去跟他摸 跟他報跟他簽名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看昨天揮打多厲害 他一天晚上漲了 約莫是漲了一個 Intel的這個市值 Intel大概是1300億 他就漲了1300億 等於是說 無中生有了一個Intel 好那他現在股價 在整個標準普爾500裡面來說 只有9家公司破1000 他是其中之一 但是他的市值 目前為止已經達到2.829兆 事實上距離蘋果大概只有1500億 所以很簡單 他只要再多漲個6% 蘋果不漲的話 他就超越蘋果 變成世界第二大 所以他現在真的相當厲害 連帶了他自己 他可以說是一個行走的ATM 你看他的身價 111010億美金 已經登上全世界第14大富豪 所以他當然一舉一動 會動見觀瞻 這次黃仁勳來到台灣 掀起了滔天巨浪 最重要最關鍵 還在發酵後座力很強的是 他這句話 要在台灣打造一座 大型的設計中心 請大家幫他找Location 哇一講昨天晚上 9個縣市都說我要我要選我 誰最具冠軍項呢 對沒錯 實際上輝達就說 我要在台灣設這個研發中心 相關的這個 需要1000名工程師 結果他這樣一講說 哇大家台積電已經讓很多縣市都充飲 發光發熱 那回答來那更不得了 所以現在很多縣市首長 聽到這個消息 昨天聽說雙北這個 連這個蔣萬安市長 侯友宜市長 新竹高雄等9個縣市都說 你快來你快來 這樣一個表達歡迎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了 這個回答選誰我們不知道 不過經濟部長今天在接受這個 立法委打選的時候就說 那他會去哪裡呢 那經濟部長的說法是說 我們經濟部的原則上是不會給他建議 但是他應該會選擇你想要他去的地方 就是說 揮打是不會這個 我們經濟部不會主動跟他說 但是我們經濟部會跟他分析嘛 分析說你覺得你哪裡比較適合 或許你就會去 但是我們經濟部的心裡面 到底想要讓誰中獎很簡單 他說研發中心哪裡選哪裡好 經濟部台電心中首選是中南部 為什麼中南部呢 因為他們的說法是說 你要研發中心電很多啊對不對 電很多的話因為北部電不夠嘛 而且北部目前為止有所謂 虧線的這個瓶頸嘛 所以按照這樣的話 他暗示事務是說他們政府的心態是希望 揮打到南部去 所以你一方面你告訴我說 我不會介入我不會給建議 可是你心裡面已經有答案了 把他往中南部建議 把他往那個地方引導去 我就問今天揮打要在哪裡設廠 最重要的考量是什麼 就是我要離我的供應鏈很近啊 那如果從這個考量去思考的話 誰才是揮打最該去的地方 對沒錯 實際上北部應該是 如果真的揮打是要這個 設這個研發中心的話 相對可能比較好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它主要是要交通用 交通還有用地 還有人才還有供應鏈 這個完全都要齊備嘛 那你看台灣的話 這個第一大工業城 就是桃園在這個地方 那還加上說桃園這邊有所謂國際機場 還有這個自貿港 然後還有這個 往北一點點在林口這邊 巴黎這邊有所謂台北港 所以海空港其實都有的 另外一個目前為止在桃園市區裡面 包括說航空城啦 清浦特區啦 還有桃科的這個工業區等等 你要土地其實有土地 那如果你要供應鏈來說 其實台灣的這個以桃園輻射出去的 這附近來說有非常多的 包括說像這個PCP廠啦 或是零組件公司啦 甚至很多廠 這裡面 黃仁勳的供應鏈來說 43家裡面來說的話 就是他秀在背板上面的那43家 有22家其實在桃園 超過一半 他報名牌43家 超過一半都在桃園 那李當 你應該最貼近你的供應鏈 你應該來桃園啊 對沒錯 那我們來講還有一個是人才 人才來說 因為北部也非常多學校嘛 你要說台大距離 至少也比這個南部近一點點嘛 所以大概約末有16所AI學校 這個這些 所以那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的確 北部可能是相對的 如果按照我們客觀的評估 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然後楊文科是 楊文科縣長新竹縣縣長 馬上就聽到消息 他馬上就說 首選要在這個所謂新竹縣 然後他就說 我黃仁勳已經這個找人了 主動來跟我們縣政府來聯繫 然後希望來設廠 那不論有沒有我們就講 事實上就目前為止來說 我黃仁勳會花落誰家還不知道 不過呢 我覺得電的問題 如果真的 黃仁勳後來覺得說 電力無法解決的話 或許他真的會選在南部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有一點略為缺電 然後缺電的狀況之下 大潭這個發電機組 又要一直不斷的 整個讓他發電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這個思議員林涛就說 桃園思議員林涛就說 我們半年就被停了171次 他認為說這個對 桃園人是不公平的 的確是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另外包括說像桃園市的 這個副市長就說 你要追求亮點產業計畫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 桃竹苗大溪谷計畫 那你要配套 那目前電力跟水資源的 這個部署 都跟規劃落差很大 譬如說電力 電力可能桃園人會覺得說 怎麼平平停電 另外水利來說的話 怎麼我們前幾個月的時候 北部這個桃園這個地方 又缺水的這個危機呢 所以看起來的話 我們可能在 某些部分的基礎建設 的確是沒有把配套做好 到底有沒有缺電 觀眾朋友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 一個非常致命的巧合 幾乎整整一年前的今天 劉德英在台積電的股東會 他說政府跟我們講不缺電 我們也只能選擇相信 整整一年之後 換成了童子賢 他幾乎說出一模一樣的話 但帶著一點無奈 他說我會現階段選擇 相信主管機關說不缺電 對沒錯 實際上在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很多有識之士啊 從我們經濟部長童子賢 或者很多人都說 AI未來的發展 電力非常重要 好 那於是同時連最近常常發言 都是跟電力相關的 你看他講什麼 他說全世界不排碳的這個發電 佔39% 就是每一個國家都是 四成左右是不排碳的發電 但是台灣不排碳的發電只有16 所以是全世界算是放牛斑 所以就是說是不是呢 我們要怎麼樣拉高 所謂的不排碳的這個發電 這是台灣的當務之急 好 那當務之急的時候 所以核電會不會是個考量的這個重點 我覺得這個就很多人認為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放牛斑 我們怎麼樣擠到前段斑去的這個情形 可是你講到核電 政府總是告訴你 核廢料怎麼辦 核能因為不安全 周邊的人都反對啊 對 事實上應該這樣講啦 這個核能的電廠運作來說 跟以前的這個技術 跟現在技術 當然是有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是不是說 可以用比較好的技術 當然這都未來都可以討論 那尤其是我們來看恒春 恒春有所謂的河山廠 對 那最近的這個恒春的這個鎮長 這個有史經 他就說呢 河山廠研議是多數恒春人的這個希望 他說同指前只是說出了這個在地的心聲 好 當然無論如何啦 他們至少在在地來說的話 是好像偏向支持的一個局面 那如果我們來看這個整體更大 宏觀的這個民調來說的話 4月這個清潔能源公眾態度的民調裡面來說的話 有83%支持繼續使用蓋好的核電廠 就是可能核電可以研溢啦 然後另外一個 51%希望台灣繼續蓋新的這個核電 事實上美國也有一段時間裡面來說 是沒有再怎麼興建核電廠的 不過最近一段時間美國有這個天價的這個核電廠 叫沃蓋特呢 3號機跟4號機完工 那為什麼他們說是天大的這個消息呢 因為這一座廠呢已經蓋了非常久 從2009年開始蓋 然後計畫成本是140億 結果沒想到 居然蓋了這個圓模式1.06兆 這個成本是暴增啦 那蓋好了之後 你知道他們就說 因為目前為止來 美國AI這個所謂大語言模型一大堆 那你只要一次運行 所謂的去GBT的LM的話 都會用很多電 所以他們就說 幸好我們已經蓋好兩座了 今天蓋好兩座 但我們還有198座要蓋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 未來來說 台灣可能會有非常多的 AI的這個相關的資料中心 那這麼多資料中心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你就知道 它隨時要跑那麼多的大資料 那麼多的資料的時候 萬一你給它停電的時候 這個也是不能夠亂停電 不能跟金融廠差不多 好那根據這個統計是 AI資料的中心呢 需要99.99的穩定的這個電鍵 那你說就是不能夠停啦 他說呢 一年的供電只能夠中斷5分鐘以下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會有一些 電壓不足的狀況會讓它中斷 但是不能夠中斷超過5分鐘 如果超過5分鐘的話 可能很多資料中斷資料都會完全不見 所以我才說嘛 在整個AI的浪潮之下 其實對台灣來說壓力更大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發展AI之外 我們還有發展AI非常重要的半導體 半導體也是非常耗電 半導體跟AI這兩個大產業 如果是我們未來要看中了重點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必須要重新的來檢視一下 我們目前的用電還有發電的結構 秋林我們今天看到了經濟部長的立願初登場 絕口不提核電復興 但是我們等他可以超前部署能源規劃 對不起 最遠只能看到明年年底 你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整個台灣的經濟 或是台灣的科技產業 都只關心揮達 只關心黃仁勳 可是沒有想到AI運算後面需要的是電力 所以當一個主管全國的能源政策的經濟部部長 他也是處於一種蹭揮達的心態 在談台灣的能源政策 我們先把眼前的問題解決吧 的感覺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難道這個 我們先把眼前的問題解決 然後呢 享受黃仁勳 享受揮達為台灣所帶來的這個經濟的高光時刻 就夠了嗎 當他說他的第一座研發中心 第二座研發中心 第三座研發中心要在台灣的時候 當這個蘇智峰說他的AMD的研發中心 要在台灣的時候 難道他們都只是要蓋工廠蓋建築物 沒有要運作嗎 這些一旦開啟運作的時候 那需要多少的電力 結果呢 我們的長期規劃 先看到明年2025的非核家園的政策 先走到我先達標再說 我先達標 我至少我先達包達正 我有2025先沒有核電了 然後之後到底要怎麼辦 我們再來想 叫做 無比就煮函集燈 時到時到時到 那這樣子台灣的經濟發展 能夠永續嗎 永續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揮達現在這麼愛台灣 當你的電發不出來 AI的晶片做不出來的時候 他就不會再愛台灣了 我們常常說一句話叫人定盛天 但是現在面對天底下的極端氣候 人定不見得能夠盛天 我們光看美國的例子 美國其實在這一陣子 面對很多的熱讓襲擊 那他們現在反向思考說 是不是我們要用穩定的電來確保 美國像加州他們可以穩定供電 所以他們把惡魔股的核電 給他做營益了嘛 那我們接近美國的例子再回看看台灣 尤其現在包括像揮達 如果要進出台灣的話 他需要非常穩定的電 到時候你政府要怎麼趁回答 都沒問題 因為穩定的電之後 你不會一笑國際 讓國際人笑說 原來回答來到台灣之後 台灣還缺電 那不是笑死大家了嗎 這不就告訴你了 AI資料中心 一年只能中斷五分鐘 是啊 斷一分鐘 我跟你講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說真的 現在企業看中台灣的 非常好環境 那我們政府呢 是不是要營造更好的優點環境 讓容納更多不只回答 未來讓更多的企業進駐台灣 這才是上策 觀眾朋友你聽到這個地方 就在全球AI巨頭 齊去台灣跟全世界宣告 台灣是全球發展AI 最重要的軍火庫 居然傳來這個奇怪的消息 說在台的共諜 所謂的第五縱隊暴增 已經超過十萬人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會傳出這個消息呢 而如果前場在民間 所謂的第五縱隊 一旦對包含我們的科學園區 在內的關鍵基礎建設 發動破壞 發動攻擊 馬老師 那不就等於癱瘓了 全球AI發展的七寸嗎 現在突然之間 熱門的一個名詞 叫做 第五縱隊 是 聽起來又詭異又恐怖 什麼是第五縱隊 全場在台灣民間 我跟你講 在馬英九時代 也曾經 國安單位有透露一個數字 大概四千到五千人 五千人 四千到五千人 現在突然間 知情官員說 超過十萬人 哇 二十倍的要升 還沒完 說 他們總共有八種手段 來破壞台灣 是 其中鎖定的目標 有三百三十處 哇 水庫啦 是 油發電廠啦 是 這個 科學園區 科學園區啦 還有總統府啦 對 三百三十處都很危險 好 那這時候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叫沈柏洋 跳出來說 哇 這十萬人 暫時配合中共指令 破壞油氣水電和通訊等 關鍵這更恐怖的來了 我就問他說 第五艦重隊 到底是哪些人 他們是誰 哇 講足一串讓你驚嚇的數字 村里長 宗教組織 包括宮廟 黑道 甚至 立法委員裡面 都有第五重隊 不會吧 來 回頭來看 消息來源 從何而來 觀眾朋友你來看 知情官員指稱 我就問 有種你就劇名嘛 什麼叫知情官員 描繪的跟真的一樣 而且不但是知情官員 還更厲害的是 居然有 國安顧問 一出來講話 國安顧問 知情官員 你叫什麼名字 這麼重要的東西 你露出來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不要放話嘛 你亮大白話嘛 什麼意思 就乾脆公布 這10萬人 我掌握多少人 他在幹什麼 很簡單 八個字嘛 以前我們知道 保密防碟 人人有責 你讓人人都去幫你監視這10萬個人嘛 好 馬老師我問你 今天別人你不講 你特別去講到了沈柏陽 他是黑熊學院的院長 認知作戰的專家 對 今天我不能懷疑你這個是假的 對 但是如果這是真的的話 我也很擔心 我們要怎麼來防範 10萬人搞破壞咧 好 那 居然 知情官員 跟政府部分也 付出訊息了 我們對付 第五重隊 兩 我們現在兩支部隊來對付他們 我們部隊不可能動的 我們部隊18萬人 快已經跟他差不多了 不夠了 兩個各位 憲兵 警察 是 對付第五重隊 憲兵跟警察 所以第一個 第一步 現在一年的義務劑 現在要服憲兵役 是 增加憲兵的人 好 那警察是保二警察 對 要專門負擔這件事情 保二現在是 本來就固守在國營事業 電廠 科學園區 這些都是保二 那本來就已經在保護了呀 那不是 各位可以看 48名單已經出來 什麼中油啊 台水啊 便電所啊都有 好 那這48個關鍵設施呢 光保護這48個地方 就需要1478名元級 是 保二現在有多少人 多少人 1200人 哇那不就是超過 你現在就算編滿了 人都不夠 人都不夠 好 那你說編滿不算 那編制是多少人 編制是1440人 編制1400人 那現在把他的編制原格 一口氣提升到3120人 是 民政政府真的在意所謂的第五重隊嗎 如果你在意的話 怎麼會讓他 暴增了20倍 而且如果暴增了20倍 現在才在想 保二總隊要擴編 來得及嗎 我們現在有訓練喔 訓練了兩波 一波500人 一波500人 訓練了1000人 現在500人已經編制進去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1700人了 距離我們要求的3120人 還很遠 而且我再跟大家講 台灣現在警專跟警大都要招收保安警察系 補充員額快馬加鞭啦 沒有以前保安警察就是跟警察混在一起了 警察就保安警察 保安警察加大的招兵買馬 但是兩個校一年招210人 才210人啊 對 你就算三年你也不能補滿武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第五重隊是真的話 現在台灣的反恐安危已經火燒屁股了 好 Vincent 在這個時間點 怎麼會丟出第五重隊10萬人的這個訊息 那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那有人質疑說 現在丟這個訊息出來 是為了轉移對王毅川的追註的關注的焦點 你怎麼看 我想說現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王毅川的關係不大 第五重隊事實上大家都討論了很久了 因為包括到其實第五重隊這個概念 是來自西班牙的內戰 對不對 當時說 這個敵軍有四個重隊在前往馬德里 然後第五重隊在城市首都內部 要詆毀我們 所以這第五重隊的名字是這樣用法 沈柏洋因為是長期都在關心這個問題 沈柏洋這不是第一天在關心第五重 你去看他過去的發言 其實幾個月幾年來 都是在處理說中國是不是有滲透 中國是不是透過滲透 來達成他這個所謂統一的夢 所以因此我覺得沈柏洋在此時此刻 講這件事情不會太例外了 大家也不用聯想到說 是不是要轉移這個什麼 黃映川的焦點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兩回事 第五重隊是一個問題 那黃映川如果國民黨認為這是問題的話 那就另安處理了 委員 AI盛世在台灣 就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居然傳出了第五重隊也在台灣 一下暴增了10萬人 很多人覺得懷疑說 這個時間點怎麼會丟出這個訊息 難道是抓緊台灣人對AI的渴望 然後去操作抗中保台本質會是認知作戰嗎 他是在利用我們現在人 凡事都講求速食迅速 我們對於資訊的取得 很多人沒有花非常多的時間 去了解這個資訊怎麼來的 比如說我們這次在國會 我們國會改革 他就給你貼一個黑箱 他給你貼一個違憲 但是我就跟他們說 我拜託了你們三個月 告訴我違哪一條憲法 到現在我還是沒聽到 但他就給你貼一個表現叫違憲 外面的那些年輕人就說我們違憲 他給你扣一個帽子黑箱 但是我已經把它量化出來了 我讓民進黨講了1000多分鐘的發言 他有90%都在講抗中保台 不跟你談法條 黑箱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就貼你一個 扣你一個帽子說黑箱 他現在就是利用大家沒有時間去看直播 沒有時間花幾十個小時去看直播 他就貼你一個黑箱 大家就這樣 那一樣我覺得所謂的第五重隊 就是從上到下一起這樣玩嘛 譬如說現在的 之前的法務部長 之前的秦太昭總長 也是整天在那邊說 台灣跳電就是第五重隊幹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法律人本來應該依據證據講話 但是我到現在 還沒有聽到任何一個人講出一個證據 或抓到一個人 告訴我第五重隊存在台灣 這很悲哀 好旺哲 所以你看短短八年十年的時間 從馬英九時代的五千年 一下子二十倍變成十萬人 他們怎麼冒出來的 這個很明顯就是要借東風來一石二鳥 借誰的東風 借黃仁勳的東風嘛 現在台灣大家要吹起AI熱 如果這個AI熱吹起來之後 大家會說那我們接下來是要保護我們的AI設施 第五重隊進來會幹嘛 搞不好對我們AI的基礎建設搞破壞啊 所以他達成一個 黃仁勳的AI的大帽子 來做抗中保台的一個部分嘛 再來第二你要做什麼 第二就是要轉移王毅川的焦點 所以現在拉錫薇拉要來救王希之 大家非常明確 你這個時候怎麼突然冒出這個東西出來 第五重隊說白了 就是幽靈重隊啊 我看你家有鬼 我就認為你有鬼 可是其他人都沒看到有鬼 就是他們有看到有鬼 這才算數 所以就問題回來 這個時間拋這一點 當然有他騎的政治目的啊 繼續要關注廣川啊 王毅川 這下馬蜂我統大要翻頁 真的沒那麼容易 本來還想說卡達烏行為 要讓整個監控風暴就給他翻過去 這下他會有應付不完的控告 一人一撞要控告王毅川他怎麼應付 更關鍵的是 中華電信到底在那一天 受了哪一個綠尾之拖 到青鳥的現場去增設基地台呢 答案揭曉 就是洪生漢 拿出公文想要解釋 卻越描越黑 難道這就是當初在王毅川口中 政治增防風暴一切一切的起點嗎 今天整個增防原來還有更嚴重的 藏在打炸司法裡面 有太多人民不知道的細節 來秀玲 其實那一天 許巧欣在問中華電信董事長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疑惑 完全不像許巧欣的風格 就是呢 他已經問出來了 這一個郭水毅說 有民進黨的立委請託 要把這個移動基地台的車子 移動到青鳥行動的現場 可是許巧欣居然沒有追問他 哪一位民進黨立委 這非常不像他的風格 當時我覺得很奇怪 而且大家也都沒再問那個民進黨立委 到底是誰這麼熱心公益 去幫青鳥申請行動基地台的這個車子 結果呢 沒想到有人自己對號入座 跳出來了 這個人就是洪生漢 當然呢 我不知道他是心虛還是擔心 許巧欣要報什麼更大的料 他立刻貼出一張公文 表示說我去申請訊號改善的行動基地台車 是很合理的 因為我們那裡基地台訊號以前就不好 但是他拿出來這張公文 是5月13號的公文 他5月13號就覺得他自己的辦公室 他是覺得他的辦公室訊號不好 他說我青島一管的辦公室訊號不好 我就請立法院去幫我跟中華電信 申請強迫器 讓我的辦公室裡頭訊號好一點 但是許巧欣那天問 這一個鍋水衣的時候是問 5月24號那一天是誰叫你把行動 這個基地台車移到現場的 所以兩件事電鍋倒菜都日期都不攏 你拿了一個5月13號要去檢視 5月24號 在第一月通 這個東西是在院內院區的強撥器跟基地台 我們問的其實是在立法圍牆外的外場 那上面那個行動基地台車 那這是洪生漢想要幫王毅川 想要幫他自己 可是卻左之右處非常尷尬的畫面 好委員我就問了 您當過簡座您當過檢察官 這個案子有很難辦嗎 今天已經有人告發了 然後中華電信的角色也可以查一查 他的強撥器他的所謂的基地台也可以查一查 重點是誰提供給王毅川第一時間講出來比對的數據 有這麼難查嗎 其實如果這個真的要真心要查的話 這根本都不是問題 那其實我們今天面對的一個政黨 其實他就是說謊跟呼吸一樣自然的一個政黨 你像洪生漢 他以前在從事社會運動的時候 我還蠻尊重蠻尊敬他的 但是我覺得這幾年他整個變得很奇怪了 像你說他今天拿這個公文出來 顯然就是在說謊 那一個人怎麼會以前那樣的人格蠻高超 怎麼今天變成是說謊誠信 我也沒有辦法理解 好像說你跟民進黨的混在一起久了 你不說謊好像不會做事情一樣 那今天你說有關這個王毅川他自己 拿了這些資料出來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這個資料絕對不會從司法機關流出來 因為司法機關不會去對於人群去做 人生鑑別的比對 我們以前在司法機關 我們如果今天有監聽票 有這些調取票的話 我們今天會對的是案件相關的人 單一一個人或者是案件相關的多數人 對他們去偵查 不會對於大群的群眾去做 所以他不會從這裡出來 第二個會不會從國安局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國安局長現在否認了 結果你把這個扣除掉之後 那王毅川如果他今天說的是亂講的 他如果出來最後說我是唬爛的 我是說謊專家 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今天他真的拿到這個資料 而且這個資料還可以回溯去 做不同場次的交叉比對 還可以比對到2014年去了 我覺得這太可怕了 而且這些這三家電信公司自己要檢討一下 你在搞什麼鬼 我那天在質詢中華電信員董事長的時候 我問他說一些相關的資料 民眾有沒有授權你們去把這些資料收集 他就說那個定型化契約裡面有一條 民眾可以怎麼樣 我就跟他們講說你這個很糟糕 這麼重要的資訊 你把它塞在定型化契約裡面 然後民眾去申請門號的時候 通訊行就拿給他 然後打幾個勾叫你在上面簽名 有多少人能夠閱讀懂那個定型化契約 就他的相關資料 他download什麼app 他上了哪些網站 他去過哪裡 全部被你收集下去了 所以秀琳 剛剛我們聽到委員這樣講的 這是一盤打散的拼圖 我們就把它拼回來 來 紅色看就是那個綠尾 我們拼回了第一張拼圖了 第二張拼圖要拼的是 到底這三大電信業者 有沒有誰膽大到提供這個東西 給政黨或特定的政治人士 讓他們去比對 哎呦 現在拼圖也呼之欲出了嗎 我覺得這個民主黨立委張祈凱 祈凱大哥是非常厲害的記者 這就是一個調查記者 在做揭露真相的步驟 最重要的 他從王毅川的淬詞上面 因為王毅川在闖禍之後 他還不斷的辯解他是對的 他透過的是非常合法的 手機信令訊號分析 那絕對沒有違法監控 於是呢 他就提出了一家數據公司 他不是一開始就說 是他的朋友 有一家數據公司提供相關的資料嗎 那就回溯他的朋友到底是誰 他在Trace上面 把這個朋友的身份給揭露了 那張祈凱就尋見 打電話到這家數據公司去 問他們說 你們有在做這樣的業務嗎 有比對這個519行動 他沒有直接問 但是他問的是 可以比對這一場行動 跟另外一場行動 跟另外一場行動 不同的人的重複是誰嗎 你可以知道這些人是誰嗎 他大概是問這些 王毅川在電視上面所講的 這些活靈活現的事情 結果這家數據公司告訴他說 OK 都可以 都辦得到 所以王毅川 他描繪那個情況是可實現的 不是唬爛的 所以就回來 吳宗憲委員剛剛講的非常重要 這件事情 三大電信公司 到底有沒有背著大家 在做這樣的數據分析 然後再發大財 再賣大錢 所以呢 這件事情他說團結很重要 沒錯 當韓粉被監控的時候 你覺得沒關係 那是韓粉 當小草被監控的時候 你覺得沒關係那是小草 現在青鳥也被監控了 如果你還是覺得沒關係 那是我們自己人的青鳥的話 那以後你再被監控 就沒有人會幫你講話了 這一個邏輯 你回來看這個余北辰 最近啊 他居然幫王毅川辯護 這件事情 真的是 真的是齁 來來來 還不如我們讓觀眾朋友 你來聽看看 可以護航護成這樣 我也拜託NCC的委員們 大家聽看看 話可以這樣講嗎 來 有沒有受害者 王毅川講完有沒有受害者 全民都是受害者 有沒有在青鳥行動 當時在場的人 有出來檢舉說 我被侵害了 我的隱私權被侵害 我就在啊 我不覺得我被侵害啊 第二個 王毅川 能不能在節目上假設 假設不知道有沒有罪 按照大清利率 假設有沒有罪 好像沒有罪 假設沒有罪 他就說我假設的 甚至他說我就是亂講了 那會怎麼樣 那電視前面不能亂講嗎 有多少名嘴來亂講啊 這是余北辰 在友台的節目當中 來秀琳 其實我好想看那個 謝政武的表情 那時候聽到到底是怎麼樣 謝大律師會覺得你在講什麼嗎 對啊你在講什麼啊 然後呢電視上能不能夠亂講 而且呢他在現場 他沒有覺得被監控 他不是受害人 其實一開始我就提出 如果要搶救王毅川 民進黨想搶救王毅川 有一個方法還不錯 什麼方法 十萬青鳥行動 對不對 現在把授權同意書發給青鳥 十萬份的同意書 同意被監控 王毅川只要拿在手上 那就他就過關了 因為我是經過他們同意的啊 他們同意被我監控 所以呢我就過關了 所以他只要有十萬青鳥的連署同意 說願意被他監控 像余北辰 他其實余北辰已經拿了一份 余北辰已經說了 我沒受害啊 你趕快簽一個授權同意書 給王毅川 你至少盡了一份力量 去搶救王毅川 比你在電視上面 胡說八道 說在電視上 難道就不能夠亂講嗎 有多少名嘴在亂講 而且呢王毅川只是一屆百姓草民 王毅川是一屆平民嗎 這個大家可以公平一下 他曾經是民進黨 不分區裡頭的扛把子招牌 差一點進了立法院當立委 現在在電視上面行走 用的開頭是民進黨政策 社會執行長 他絕對不是一個普普通通 可以在電視前面亂講 的一個名嘴而已 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政治增防的疑慮跟風暴 一日真相未出就一日不解 但委員 我們更擔心的是這種 全民監控楚門的世界 無所不在 觀眾朋友我很快跟大家 大家來報告一下 打炸四法是現在我們的新政府 最重要的一個施政 可是你看喔 這次他那個通保法裡面 有一個法條就是說 要調取相關人的資料 不需要法官保留的 翻成白話 不用法官同意 直接有需要 我警察機關就可以進行調閱 就上網去查 你去過什麼地方 你買過哪些東西 委員還是回到依法論法 這件事情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當然就是說所有的偵查 作為他必須要把它分階層 當然不需要所有的東西 都要像那個通訊通保法 這麼的嚴謹 但是到底需不需要法官保留 我覺得這東西還是留有一個 可以討論的空間 那當然不能所有的東西 都不要法官保留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個絕對不行 好 那如果今天為了偵查的便利 而不做法官保留的話 我覺得也要做到一個點是 你要有第三方一個 值得信賴的監控機構 所以德國他們在立法的時候 他們把這個有關科技偵查 方面的東西 它是修在刑事訴訟法裡面 他們由刑事訴訟法來 來控管這個科技偵查方面的 一些作為 好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 第三方的監督機關 中立的監督機關來監督 你有沒有不法的作為 用這個方式 同時它可以讓你在 偵查的時候有一個便利性 但是它有一個第三方的監控機構 不過這一次我對於這個法 我更擔心的一個點就是 第一個 所謂的第三方監控機構 它有沒有做得完整 會不會又像NCC一樣 一點都不中立 這是我擔心的 因為很多東西 在原本的制度設計都非常好 可是到台灣 大家就是有辦法把它玩爛掉 譬如說我們台灣的NCC這個制度 譬如說監察院它就可以把你玩爛掉 玩到一點都不中立 那今天我們 法務部算講得很好聽 我們有一個什麼個資什麼委員會 它可以來監督 這些相關資料的保存 一些使用 但是我說真的 值不值得我們心來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還有這些資料你取得之後 你怎麼保存 你怎麼銷毀 到現在我也沒有聽到一個完整的報告出來 我今天也質詢的時候我也問法務部長 那你接下來怎麼做 部長還 我問了好幾次 他都沒有給我答案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沒有 觀眾朋友 醫護人員大逃殺 到此刻已經殺出了國安問題了 放眼六都 桃園過去三個月來 居然離職醫護直逼900人 為什麼一個月開出9萬塊 我還是留不住一個護理師呢 因為護理人員不夠 連帶就是關床海嘯 醫院院長都透露了 急診室哭的24小時是現在 還不是最慘 未來等上兩天三天 才能等到變床 你都不要太意外 但你可能要問 衛福部不是才使出大殺招 編列了40億 要給夜班的醫護加班費嗎 我們告訴你答案 什麼叫做好心做壞事 事實上在講這個議題之前 我想我們都要像這個 全國的護理人員 包含醫師 我們都要獻上最崇高的經驗 因為他們的工作 真的非常非常的繁重 但問題是呢 你的工作繁重 有沒有得到相對 應該合理的待遇 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 要討論的一個重點 你知道黃敬平 就桃園市議員 他在議會直選的時候 就已經踢爆講說 桃園有一個護理師 照顧的病患 將近是15個 也就是說我們就這個 所謂的護病比的概念 是一個護士 要一個護理師 要照顧15個病患 那因為這個工作量 其實非常非常繁重的 這個狀態之下 按照他所掌握的這個數據 今年Q1桃園 已經有879名的護理師離職 那你有護理師離職 那接下來呢 講說那我如果一般 看病是一件事情 但我如果住院怎麼辦 那黃敬平呢 他也質疑講說 以桃園目前來講 病床數剩下6380床 已經成為六度的倒數第二 甚至連什麼 我們講說一般的門診 你可能要等 那急診總是很需要吧 結果他現在告訴你 講說急診病患 有3.4%左右的人 你等病床要超過一天左右 甚至以全國平均來講 是3.34% 比全國比例還要高 你剛剛提到了 醫病比 一個護理師照顧15床的患者 是多麼繁重的一個loading 所以願意留下來 你都要感謝他 所以你剛剛提到的 合理的報酬40億 不就是分批已經編下去 要給他們加班費的嗎 人為什麼還留不住 為什麼還繼續在大吃血 好我們在談這個護病比 比如說剛剛是1比15的 這個狀態之下 如果按照衛福部原先 所公布的叫做 三班護病比的標準 事實上在地區醫院 如果你是值大夜班的狀況之下 確實會到所謂的1比15 但問題是在其他的時間 包含白班跟小夜班 還有在醫學中心區醫院 跟地區醫院 因為它的差別 是大小規模的不同 你會發現看到 它的這個所謂的 護病比的比例 其實都不同 最慘的是地區醫院對不對 地區醫院的大夜班 它的護病比 就會到1比15 所以一般其實像護理人員 他們都會用輪班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問題是當時衛福部 為什麼要提出 這樣的一個標準 因為他認為說 有些醫院 或者是有一些 所謂的醫療機構 很有可能 他在整個的 所謂的護病比 還有他排班的部分 事實上是不合理的 所以他那時候 還編了40億 講說大家值這種夜班 其實很辛苦 要來作為所謂的 夜班獎勵金 老實講 衛福部有沒有編這個錢 是有編 有沒有往下撥 有 往下撥 但問題是 你今天這些護理人員拿得到嗎 我們就回來看 護師醫療產業公會的顧問 陳玉鳳他就出來講說 對 你今天往下放是沒有錯 但是很多醫院他幹嘛 你知道 他就告訴你想說 有啊有啊有啊 那我跟你加薪資 你想說薪資增加了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你該給你的獎金 我就扣掉啊 所以他等於是 加你一塊 我可能從這邊又扣你一塊回來 你知道嗎 那我就實質根本原地踏步耶 對啊 所以就有護理師抱怨說 他們到現在 我現在已經幾月了 現在已經六月了 六月了 他說現在只收到一月的 所謂的夜班津貼啊 所以你如果再看回來說 數字上面統計 二月到四月份的時候 也已經有超過800名左右的 這樣一個護理師啊 申請離職啊 難怪你留不住人 這個絕對不會是只有桃園市 一個直轄市的一個狀況而已 更怕的是 它是一個結構性的大失血啊 那你看桃園市的衛生局長 劉怡連變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坦承 他就講說全國各縣市啊 目前都在鬧護理慌啊 那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除了這個護理人員不夠之外 甚至呢 現在有在傳出來講說 有些醫院還幹嘛 你知道關病床啊 哦 這個是環環相扣的 你知道我們每一個這個 所以你看這個護病比 是怎麼算出來 他就是去算你醫院裡面的 所謂的病床數嘛 是 在配置你的這個 所謂護理師的人力嘛 對 可是呢現在就已經傳出來說 北部有某個醫院啊 關床率達到三成耶 三分之一啊 因為人力不足得關掉了 意思就是他如果有100床 他有30床是跟你關起來 你知道嗎 結果這個傳聞啊 因為記者會去問嘛 結果衛福部的照護師師長啊 蔡淑鳳說不可能啊 他還反問說那你關床的 到底是哪幾家醫院 為什麼 我先講衛福部官方的說法 衛福部官方的說法說 全國五月份的總病床數是14.1萬張啊 比去年同期還增加了1800多床啊 他說你們講護理師 護理師現在有18.9萬人 比去年同期也增加了3500多人啊 這個就是問題的所在了 怎麼下面一根草灰搭 你上面還在鳥羽花香 大家是活在平行時空嗎 所以這些東西最基層第一線 服務人員最清楚嘛 你看喔 胸腔科醫師蘇一峰啊 他就直接講說什麼 他說哎呀我告訴你啦 衛福部掌握的數字是一件事情啊 但真實的狀況是什麼 他說因為去年有一個全國醫院大評鑑啊 床越越少 評鑑是容易過 然後呢等到你評鑑結束之後呢 我們醫院要開始加回病床 那個床位 這個叫做以前啊 他們認為叫正常的操作 但今年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你知道 他說呢 因為現在護理師其實嚴重不足啊 所以你就算把床位加回來了 你也沒有人可以來照顧了 你收不了病人嘛 是 所以他就直接講說 衛福部帳面上的床位增加是假的 因為根本沒有人住進去啊 好觀眾朋友 現在在我們線上 靳平在這個地方 靳平你在質詢的時候 爆出了這麼嚴重 幾乎是國安層級的一個醫療大逃殺 你在桃園的觀察是什麼 1月2月3月4月 每個月都超過兩三百個護理師走人 然後都留不住 醫院跟我們反映說 開出一個月 9萬塊新台幣的薪水來留住護士 留住護理師 還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環境太糟糕 也留不住 所以導致他們最後指導 不得已採取了一步的步驟 就是關掉他們的病床 急診一般的病床 所以把他的這個關床就關掉了 關掉之後 如果真心想要解決問題的話 就不會到現在已經這個迫在眉睫 焦頭爛額了 然後你還在那邊粉飾太平說 沒有我們現在護病比很OK 自從去年10月寄出三班護病比獎勵金之後 各醫院如何如何 衛福部只看表面 不看深層也不看里程 因為當你寄出三班護病比的獎勵金 有沒有確實落實在各個醫院 還是各個醫院有了這個獎勵金之後 他有些就是挖東牆補西牆 我補住了A 我原來的那個B我就取消了 等於護理師護理人員 他們還是沒有加到實質的這個津貼 而且大家都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你要有高的收入高的待遇 還要改善那個血汗 醫護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能再用各三班的一班 這個夜班的不平均的能力相比 然後讓這些醫護人員疲於奔命的 去再照顧這個病人 而且時不時還發生這個 有病患毆打這個醫護人員 那這種狀況的話 衛福部你根本沒有辦法正視 你只是把問題丟給地方 連錢都不願意出 連這個護病筆訂出來 一個遊戲規則之後 你也不願意 這個確實的去核實機查 請問衛福部有在做什麼事嗎 根本沒有嘛 雙手一攤 所以我覺得醫院的負責人 私下告訴我 不只桃園 會蔓延到各縣市 官床潮只會越來越大 護理師只會越走越多 然後這種狀況不改善 一兩年之後 大家要等病床等急診室 可能都要超過48小時 甚至兩三天以上 等三天耶怎麼辦啊 所以你看趙護師師長那個說法 立刻就被打臉了 你知道嗎今天啊 衛福部長邱太元到立法院去的時候 也被這個問到這個問題 他就不敢那麼樂觀你知道 他說會確實去了解各地區 各層級醫院的關床狀況 而且你知道嗎 事實上啊之前也傳出來講說 南部某個這個醫學中心啊 因為人力不足 幹嘛你知道 乾脆直接跟內部規定講說 過中午之後不開刀啦 除非你是急診患者 不然下午兩點之後呢 就不再開刀 甚至你看這兩天 還有醫院傳出來講說 民眾看病十分鐘 結果等拿藥等了一個小時 也是真的等到受不了 五期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 九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 一百萬的訂閱 快點衝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摳更多人來幫我們按讚 訂閱一百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